今天是2014年的10月18號 幸福西藏帶了所有15位團員來到整個後藏最大的地方 叫日柯澤 我們剛才參觀了日柯澤的第一個的寺廟叫做白居室 那左手邊呢 這邊是白居室的一個抗戰英雄紀念碑的部分 現在走這條路叫白居室的路大道 剛剛參觀的白居室 我們參觀的那個初青大店 還有包括十萬佛塔 初青大店很幸運的今天再次點上一個書籠燈 祈福在2014年 以及未來2015年都夠順利和平安 吉祥如意 包括祈福所有幸福希望的好朋友們 能夠健康平安幸福快樂 那我自己也拿了我的天珠 還有包括我的白色的火山輪延呢 去做一個開光的儀式的部分 希望能夠得到佛祖的祈福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離開整個白居室道路的地方 這邊是進來整個白居室 在整個白居室裡面的葬名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純樸 你可以看得出來喔 而且這白居室的路 哇!生活在這裡好漂亮喔 不過他怕我們每個床民道也要翻 我們每個都要隨時就搞清楚 因為那是更長嘛 扣這兩位 我們每個都要跑了 你覺得你們應該會選擇嗎 左右兩邊是英雄東路跟英雄西路 這是整個日克哲的幾張子縣白居室 這邊的他們的商家 可以看到整個所有的這個 整個午飯牆棋的部分 在路旁的兩側 他的路燈也是非常的有特殊 非常有特色 剛剛大概是在吃完午飯 翻越整個日克最高的卡羅拉冰川 海拔高達5060公尺的部分 這條是英雄南路 我們現在返回我們今天晚上的日克哲的飯店 叫藏龍酒店 我都很欺欺,是把身體貼大一點 這個貼胖一點 怎麼樣 謝謝